宏光科大美法造型系今年毕业展主题设定为 时煞新浪潮 21号将在台中世贸走秀演出 系主任高腾采力表示 学生创作法弦以后的现代主义为主轴 传达对称与不对称的不对等比例 摆脱惯性思考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流行感 每组学生都有令人惊艳的创意 以乌托邦这组为例 模特儿顶着羚羊角 落毛孔雀 水母变色龙等造型现身 经验全场 林志宏同学表示 创意发想来自于电视播放鲨鱼被割齐之后 活生生气至海中等死的残忍画面 他们希望透过毕业展传达 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美好理想国度的乌托邦概念 我们刚好就是看Discovery 看到人家就是在猎杀鲨鱼的捕获的过程 就是为了要砍伐它的鱼翅 就是割完鱼翅之后就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 我们觉得人类为了要吃鱼翅 然后就这样捕获动物我们觉得蛮心疼 然后我们这次想要透过我们自己的毕业成功奖 然后述说我们自己的观看 我们觉得时尚真的不应该建议在动物们的痛苦上 高藤彩莉系主任也表示 学生的创意思考让他惊艳 时尚不要建造在那个动物的痛苦身上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真的是觉得说 这种想法是非常创新 而且是让我们有点呆住的感觉 教育电台记者刘文珍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